都说最应该有广东管辖的四个县市 江西就占了三个 也就是如今由龙南、定南、全南三个城市组成的三南县 在地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 三南县被广东的莲平、史兴、温元、南雄市四个城市紧紧围住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三南县城是属于广东的孩子呢 可三南县并不是由广东管辖 而是由江西管辖 那不免让人产生思考 为什么三南县被广东紧紧包围 却也不划入广东管辖呢 让小编带大家一起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南县的情况 三南县城位于江西省赣州市 总共的面积为1318.72平方公里 人口约有19万 地貌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 气候主要为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水、太阳能等资源充足 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 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种类居多 三南县是干月两地的交通的咽喉 也是东江的其中一个发源地 该县历史悠久 风景迷人 唯屋建筑存留数量多 规模大 称得上是世界之最 三南县地处江西省最南端的位置优势 与广东相连 面积最大 距离最近 因此成为了江西省的南大门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而且目前因为这个南大门 江西的经济受到了珠三角经济圈的影响 江西的发展迎来一大利好 同时 三南县的农业 工业 国内贸易等都发展得不错 至今为止 每年都在持续增长 但经济总量 还没有达到一线城市的水平 都说敬诸者赤 三南县临近经济 如此发达的广东 并且自身发展潜力也很大 那么它的经济 应该也会很快发展起来吧 为什么三南县被广东紧紧包围 也不划入广东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划分县级市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我国划分县市是根据经济状况与经济联系 地理位置的优越程度 民族分布和民族风俗 历史传统 人口密度等客观因素决定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传统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三南县不划入广东有哪些原因 第一 由历史决定 在清朝时 三南县就因地处秦州 金干州 最南端而出名 而三南县在那时就已经划入了江西 第二 广东的经济发展速度太猛 众所周知 广东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非常耀眼 GDP总值常年稳居国内第一 而这样发达的省份 也许并不适合管辖三南县 三南县目前经济的发展速度 与广东的相差甚大 三南县划入广东的话 很容易形成压苗助长的状态 而且广东本身地理位置优越 那三南县划入广东的话 该县在江西省发挥的南大门优势 也就得不到凸显 相比之下 三南县归江西管辖的话 江西就可以借此优势 带动本省的经济发展 第三 三南县和广东的经济特点不同 三南县的经济来源是特色农业 后期也将注重发展旅游业 而广东就不一样了 广东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工业 外贸经济 电子信息 制造业 第四 广东目前已经有深圳 广州等发达城市了 三南县划入广东 应该得不到太多的发展扶持 这样一来 三南县的潜力就不会被激发出来 而相比现在 江西政府设立三南特别是 注重三南县的发展 三南县划入江西 是比划入广东的发展也许会更好 第五 香港和澳门已经回归 如果我国提出的一国两制 实行得非常顺利的话 那么香港和澳门 很有可能会合并到广东 到那时 广东的面积就会增大 如果再加上三南县 1318多平方公里的话 可想而知 广东的总面积就会变得有多大 这样一来 广东会因为人口增多 而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也许就是三南县 没有划分到广东的原因吧 不管三南县 没有划入广东的原因是什么 总归来说 三南县没有划入广东 也许是一个好事 但是无论怎么划分 三南县都是属于我国管辖的地区 这样想的话 三南县划分到哪里 就没有太大的争议了 好了 小编今天就讲到这 各位对三南县 不划入广东的原因 有哪些想法呢 欢迎各位的留言哦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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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